社区太古队热情及鼓为这场活动揭开序幕 中秋节连续假期 太平青鸟书店前的山海工作营成果发表 及小市集活动吸引了满满的人潮 由社区居民、市民大众和建筑师、艺术家共组的团队 在整修完了太平国小注点生活工作与创作 除了四项创作主题成果 由山海社区及基隆社群组成的 二十二摊市集摊位 更重现太平国小当年有上千位学生就读的盛况 这个大干口吧是把过去太平国小在校园后面的 游乐设施已经废弃了 我们把它搬回来再放到教室里面 让它有一个再呈现 所以看到的时候特别有感觉 会觉得好像我们还可以再听到 以前的小朋友在那边的欢笑声 那这个是一个我们认为这个病治跟错用的一个还蛮好的一个解释 我们在下面的居民 他们得到这个滚球比赛世界的金牌跟银牌 所以因为这个金牌跟银牌 这个我们了解这个其实是居民这边很热衷而且很擅长的活动 那他们就把这个活动换了一个方式在这个教室里面重现 包括那个球里面都放了太平国小的以前的照片和现在的照片 然后连那个母球都做了另外一种装置跟设施 那在第三个作品呢也非常有趣 他做了一个桥和一个楼梯跟一个桥 让这个参观的人可以很自然的走到这个教室的背面 和那个档土墙中间的一个戏凤 那在那个戏凤中间会出现一种很特别 有点失忆 那有一点这个伤感的一种撕骨的忧情 出席开幕仪式的金牌市长林又昌 除了感谢社区居民的支持与学校师生的投入 更直言基隆市翻转的关键不是盖了多少建设 而是市民的参与造就了这座城市的成长 大家其实很好奇 过去这七八年来 基隆市的改变到底是什么样子发生的 怎么样产生的 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跟态度 就是基隆的改变不是这个盖出来的 而是基隆的改变是长出来的 所以它是有生命力的 也就成了我们今天在太平三层青鸟书店这边 我们举办三海小市集的一个活动 这个活动已经延续了七年的一个时间 透过这个活动 其实我们跟社区的居民 大家一起长大 刘昌表示 接下来基隆市政府会持续进行太平三层周边建设 尤其地方期待的缆车计划 预计后年即可动工 我们预计太平三层缆车在这个明年会完成细部的一个规划 跟设计我们希望在后年能够开始动工 届时太平三层又是另外不一样的一个风景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